欢迎来到了美好开箱 我要开箱的是 炙热锅 有那么快吗 15分钟有一个饭吃 我看到很像 Bryan C 很香啊 好吃 哇 好烫 哎呦 呃 好烫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大家好 美好的家庭 哇 欢迎来到了美好开箱 今天呢 我要开箱吃的 因为我发现到 还蛮多人喜欢看我吃的 因为有些人喜欢看我开 开箱包包 然后有些人讲说 哎妹我特别喜欢看你开吃的 然后每次我肚子饿的时候啊 或者半夜啊 睡不着的时候 我看你开箱吃的哦 或者是煮东西吃哦 我特别特别的饿 所以我就觉得 哎 OK哦 原来我开吃的也是有人看的不 所以啊 今天呢 我很开心呢 我又来开箱吃的 我要开箱的是 制热锅 我们以前有开箱过那些什么 自动发热火锅啦 面啦 可是今天我要开箱这个哦 吃饭耶 它就是放在里面滚滚滚15分钟 没有饭吃了嘞 所以今天呢 我就开箱了 四个不同牌子的 制热锅的饭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下开始 好的 第一个我要吃的这个牌子呢 叫 制海锅 这个牌子哦 它其实是有那一个火锅的 大大个 可是我本身没有吃过那个牌子的啦 制海锅它其实是有几种不同的 这个制热锅饭的 这个我买的是 回窝肉包仔饭 它其实是还有那个什么 有蜡翔饭啊 是不是我们那天看到有蜡翔饭啊 它有什么牛肉的 因为我不能吃牛肉嘛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牛肉 我就看到 哎 回窝肉哦 听起来好像很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OK 我们来打开来看看 哇 哇 它里面有汤匙啦 它的汤匙跟叉是一起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 应该是洗油啦 这个是纯净水 哎 我觉得这个是拿来放它的那个米饭的吧 这个是有一点像那个 这个机子的饭碗 然后还有我们的米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偏偏要靠内涵 他是在说我吗 这个米吼 跟我们的米吼 完全不一样啦 这个稍微比较小粒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 我是你的菜菜嘛 这个应该是它里面是它的肉来的啦 然后还有就是 发热包 就这样简单 它的东西就这样包哦 就这样简单包哦 就饭啊 肉啊 水啊 还有洗腰 其实它的这个后面吼 是有教你怎样弄的 都非常的方便 可是我在心里面想哦 有那么快吗 15分钟有一个饭吃 首先呢 我们就把那个米剪开 我们倒米 这个米类是刚刚好可以一个人吃的 如果你比较小吃啦 可能我觉得两个人都够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米 这米啦 基本上是不用洗腰的啦 因为它没有教我洗 现在呢 我们就放它的这个 回卧肉的菜包 哇很香耶 诶 你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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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也是这样觉得 哇 诶 它的肉哦 也给的蛮多的 就是 如果一个人来吃的话啦 倒我们的纯净水 就这样 搞定咯 然后这一个洗腰啦 翻热的时候哦 我们再来捞饭的 弄好了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 发热包里面 给它滚15分钟 呃 由于时间的关系啦 所以全部我一次过开 完里面过后才一次过煮 因为我不要 这边煮好过后 我要等15分钟 15分钟再沉湿的话 是不是 大概有几分钟 一个小时 我要快一点啦 就放在一旁先 等一下我就叫我的judy 去帮我弄热 还是嫌气郎母的哦 哇 第二个要弄的这个饭呢 叫做如我愿 如我愿的这个 香里姜豆肉末饭 我当看他照片 我就觉得哇 好像好吃这样 因为我喜欢吃蔬菜的嘛 这个有豆角哦 好像不错哦 然后他那个肉末哦 我大概在后面看啦 是那一个 鸡肉末来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个 来测试看看 好不好吃 哇 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贴心啊 怕你哦 家里连水都没有 或者是刚好没有水来 他就每一个都有装了这个饮用水给你 放那个米饭的 然后还有这个 香里姜豆肉末 OK 还有我们的米饭 这个米跟刚刚的米辣差不多一样 只不过这个米哦 比刚才的米稍微费一点点 这样子的 哇 太给辣椒了 如果喜欢吃辣的人哦 就可能有些人吃饭要配辣椒的话啦 哎这还蛮不错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吃啦 等下我吃了再给你们知道好不好吃 然后一样咯 有汤匙咯 还有这个发热包的 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个吃不完 可能你朋友看到的东西好吃 你可以帮他打包带走 这个我觉得他们做的蛮贴心 就是如果你可能在外面 可能很难找到 垃圾桶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是吃饱了打包哦 你就可以拿着 然后看到垃圾桶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丢 就不会弄到它里面的水啊 肮脏脏的 嘴巴滴到滴地上 大家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刚才我好像Macham Yes 这样保护大自然 原来这个袋子不是给你吃饱过后 哪去丢的 但是你在你发热的过程中哦 就是放在里面就这样子关着 然后好了你才打开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好像讲到哦 哇 它很贴心啊 给我们袋子丢 sorry我错了 OK我们现在一样把米饭 放在这一个 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米很多 你看 我觉得可以够两个人吃 然后我们就放水咯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这样好的肉包叻 酱肉的 它的肉包就是我们等下放这个 那个发热包在里面之后 再放饭 在关盖的时候哦 这个是放在上面的 这个就是放在上面给它煮热的 是不是不信我 后面就是这样写 我的助理怀疑我啊 当然是要给它看过先啦 等下又讲我不会做啊 没有follow那个step啊 讲我扶导观众 所以我要给它看过先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放在上面 我有点想笑吗 我虽然平时很喜欢开玩笑 可是我做这些料理吃的 尤其是吃的 非常的认真 第三个要吃的这个发热锅呢 是这个 开小灶 这个为什么我们会买呢 是因为我看到很像 Briant C 这个小灶 就是跟那个Briant C 长得很像 我就知道 好的 Support Brian C吧 试看这一个味道如何 再加上哦 因为这个围意哦 这样多的那个发热锅里面啊 我看到的是有汤跟饭的 看到吗 Briant C 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多人讲说 诶 Briant很像小灶 我讲小灶是谁 然后我在说 哦 诶 它长得蛮像的 就是会错眼 看到的时候还觉得 诶 还蛮像Briant Briant 像你吗 像你吗 哇 这个跟之前上几个不一样 就是 它是有分开的 这个是放米饭 这个是放你的料理 so 这个 清脆 sup choy包 还有开胃的蔬菜包 一样啦 有我们的米饭 它外面的照片是肥肥圆圆 生活料理包 还有就是发热包 跟汤汁 哇 Briant的牌子是Briant的牌子哟 它的这个汤汁都Quality的哦 这个哦 跟刚才不一样哦 这个没有没有那个水 OK 我刚刚打开了Briant这一个 说明书 里面有教你怎样弄着这个啦 但是你要自己准备这个水 如果你们买到这个Briant的牌子的话啦 记得带水哦 OK 来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米饭 诶 你看真的嘞 这个米肥肥圆圆的 跟刚才的不一样 哇 哇这个米真的是 对不对跟刚才那个有点不一样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短短 幼幼这样子的 弄好了米饭之后呢 我们就放那一个 Jap Choi Bao 那个Jap Choi Bao就放在这个米饭上面 很香 诶很香耶 来闻看 哇很香耶 很香耶 这个味道 很熟 初恋的感觉 哈哈哈 初恋的感觉 广东话叫我 顺顺顺顺顺顺顺 早还诺 哈哈哈哈 哇 诶 料满满耶 有足的 这个 他们的这个开胃菜啦 可能好了之后 你搭配来吃就好 所以我就不放下去咯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要一次过 弄热的时候我才放水 然后他这边哦 你不用担心 不懂要把水放到哪里 他这边哦 有著名着这个 注水味 所以你的水哦 放到这边 就可以刚刚好的米饭熟透啦 OK我们最一个要煮的牌子 就是这个 水煮三锅 香辣倒洗鱼饭 这个哦 是唯一这样多的那一个 发动饭 诶 不是 哈哈哈 自热锅 饭里面哦 有鱼的 因为刚才我们吃的都是猪肉鸡肉 所以因为他的包装也是麻麻底嘛 所以我就觉得好吧 给他一次机会 可能会不错呢 对不对 哦 哦 这样看呢 这样看呢 哇 这个还给你两杯耶 这两杯是做我的味 没有他没有讲 可能给你 就是喝酒 这一个米饭就是这样子的 也是跟刚才一样 这个也是肥肥短短的 可是呢 刚才我们那个 Briant C那一个 比较性盈披头 急死哦 明明是肖战 我一直讲Briant 肖战的粉丝应该要打我的吧 香辣倒洗鱼 脆爆 诶 就这样爆哦 OK 这个袋子呢也是 诶 这个没有没有讲他要包起来发热叻 所以这个应该是拿去 真的给你装起来丢掉 好混乱啊 还是说他在滚着说你来落头 保护自己 不要给这个发热包碰到自己 保护别人 不要让你的样子吓到别人 所以我就是要 LOP你哈 不要让你的样子吓到别人 OK 我们现在 倒我们的米饭 把我们的香辣倒洗鱼 放进这个洞里面 它有一点点很像 倒洗鱼鱼的味道 哈哈哈 下罐头了 是不是 哇 有花生呢 这个应该也是很扯反的 一个东西来的 OK 这边它其实也是有著名 那一个 注水线的 so嘞 你就是把那个水放在这边 你就可以给它放收 他这边有讲说这个凉杯 你取140毫升的水 然后就倒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那么麻烦 你就是直接把水放在这个注水线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全部的饭 马上加热 巧克力 抄抄抄抄抄 sales 终于15分钟了 这15分钟真是漫长 我的饭已经好了 所以我现在非常的兴奋 我要打开看看那个饭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你们打开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很烫 你们拿的时候要小心 它会有很多蒸汽 很香啊 现在我们要放它的那个 哈希窑来露一下那个饭 基本上它的饭就已经熟了 这个我觉得一个人的分量刚刚好啦 哇 很烫 它的饭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饭 你懂吗 我们的平时的饭是那种 堆堆的感觉 它的米饭 等一下给你们试 我先吃它的肉先 可是它的味道是ok的 它的肉是很够味的 所以这个饭是ok吃的 除了它的味道够吃外 我还发现它里面的材料 其实是有那个杏鲍骨 因为杏鲍骨吃起来是 有一点很像肉的感觉 因为它是切丝嘛 所以它加进去里面 你就好像有吃到肉的感觉 就让你觉得这是不是肉 认真一点这样吃 其实是杏鲍骨 如果我真的没有饭吃 必须要吃这个的话 我可以给三分半 给三分半的原因是 如果有饭就好了 那么五分 三分半算很高了 好 我们next ok我们第二个来吃这个 我们放在袋子蒸的 有一点 卡拉卡不辣 可是叻 也是好啦 它的那个水蒸汽全部留在里面 我们终于找到这个紫带的用意 嗯 它的肉包烫了的 来 我们现在倒这个姜豆肉 香里姜豆肉末 哇 满满的蔬菜叻 你看它饭就是粘粘的 哇 有点咸 哈哈 可能这一个长豆啦 它们是腌制过的 因为中国它们也是有很多的那种 豆角啊 那种笋啊 它们有些是腌制过 因为它们冬天啊 就可能比较容易存放这种腌制品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闻起来味道 有点乖乖啦 就是很呛那种 gip了很久那种呛呛的感觉 可是 放到进我的口 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只是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咸的 所以这个要配饭吃 哇 很烫 ok 我们试看它有给的这个辣椒哈 那它们的辣椒叻 testing test一点点就好 因为它们有些辣椒真的很辣很辣的哦 哎呦 它的这个味道哦 它是先咸 咸了它才辣 有一点点很像那种大豆浆的感觉 辣我觉得还好 我可以接受我的辣度 可能搭配这个吃会比较好 让我们再给它多一次机会 好烫哦 说这个东西哦 5分啊 我就给它2分 2分半哦 2分啊 不要2分半 2分 因为实在太 咸了 如果你们很喜欢吃很咸的东西呢 可以试吃 因为有些人很喜欢吃咸的东西嘛 这个呢 配粥吃 配粥吃很不错 配饭 可能我那个饭又烧啦 然后又这个 ok 就这样 刚才吃了那么重口味的食物 接下来我希望肖战会对我好一些 Briant对我好一些 因为Briant的那个算是比较 算是清淡嘛 对不对 因为有汁啊 有蔬菜这样 所以我希望这个不要令我失望 ok 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 哇 哎哟 哇 快点看一看 这个米饭真是圆圆的咧 它是有笋啦 冬菇啦 还有这个 这个是鸡肉来的咧 好像是鸡肉原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也很看饱啦 因为他还有给这个 开胃菜 我们先试看这个汁 这个比较属于比较清淡那一种 如果你们不想吃那么重口味来讲的话啦 这个是ok的 所以我们来揉揉看那个饭 嗯 ok 这个可以 我们再来看吃看它的肉啊 总共哦 是有四粒肉圆的 好吃耶 我本来是看它外观 还觉得有一点很假的感觉 可是不会耶 它虽然小粒 可是哦 它吃到满满肉的味道哦 而且很好吃 因为它应该是有炸过的 所以它就这样的颜色 再来吃看它的笋啊 嗯 笋也是弄到很嫩 然后还有这个昆布啊 嗯 好吃 总之整个味道我很喜欢 它也不会讲说很油啊 还是很腻啊 还是很咸 它味道刚刚好 这个笋我很ok 是因为有些笋 如果可能 我不懂啦 不管是清理不干净还是怎样啦 它有点错错的感觉 可是这个不会 现在我们来开看它的那个开胃菜哈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哦 它好像渣菜的感觉耶 100%是渣菜 如果有喜欢吃渣菜的人都知道渣菜是个非常非常 咸的东西来的 所以哦 你在泡那个渣菜 或者是拿渣菜来炒菜的话 你一定要蒸跟洗到非常的干净 才不会那么咸 所以这个呢 对我来讲它咸度刚刚好 整体来说 这一个牌子的饭哦 5分啦 我给4.8分的 如果你们还想吃它其他的口味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看 ok 来到这一个呢 我们吃的是什么 豆西鱼饭 好吗 这一个就是鱼的啦 哇 这鱼我不懂有没有热啦 诶 真的咧 它是我们买的那种罐头的豆西鱼饭吗 诶 很像耶 可是 好吃的 因为我很喜欢吃豆西鱼饭 所以这个饭对我来讲 而且它的花生很嫩哦 很搭叻 我就想说鱼也放花生了 会不会不搭 不会耶 因为它的花生已经是炖到很嫩了 诶 我喜欢的这个 嗯好好吃 虽然 它的包装是不是不怎么样 它包装是四包里面我会觉得 很普通的 而且它的料哦 你看还蛮多的 你不要看到它的空间好像很小啦 它其实蛮深的 它的这个 这个空间 你看 全部都是鱼耶 而且它不会讲很辣 就是那种我们吃的那种豆西鱼饭的味道 然后带一点有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的辣 因为有时候为什么它们会加一点辣呢 就是让你比较开胃 你吃东西比较爽一点 那虽然我们拿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味道是不是 可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嘛 因为我们看到鱼的蛮特别 我们就直接拿鱼 如果你们想要吃它别的辣也可以去看 因为这个牌子 我觉得不错耶 它有比Brian赢一点耶 可是不能比啦 因为那个肖战的这一个牌子 它是属于吃比较清淡嘛 然后这个比较重口味的 所以这个牌子OK 五分的话啦 带我给Brian喜欢 7.8 这个4.9 好了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麻烦请赞订阅我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赞这个视频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下次我第一时间上去影片的话 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啦 如果你们也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好像零食啊 好像那种发热包啊 哎呀每次讲的 哈哈哈 就是好吃的话 你想介绍给我来开箱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为这个事实上还有很多东西 可能我还没有发觉到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们也吃到什么好吃的 或者是刚好你们也买到我的 买的牌子 然后其他的也不错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的播 所以说如果你们想吃这些的东西的话 发热包啊 哈哈哈 如果你们也想要买这些炙热锅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mix啦 或者是中国潮市买到的 so我是在mix买到的啦 如果你们想吃 你们去那边try 然后再告诉我 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 所以可能我讲的不好吃 你们觉得 哎 very the good 你也可以吃这个吗 你给我 好啦 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下一个影片我们挑战是发热包 哈哈哈 我一直 怎么自动发 这个锅自动发热包 难的吗 我们是中火的发热包 没有 我跟你讲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 会觉得我的口音会很奇怪 我不讲的 因为我 这不是口音的问题 哈哈哈 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懂得怎样讲 因为我们这边又英文又马来文嘛 所以有时候那一个东西 我们 我累了 我不懂怎样解释 总之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讲不出 所以我不是故意一直要烙英文 you know I know everyone know 哈哈哈 给拉宝宝